从布隆迪共和国首都布琼布拉 向南行驶三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到达了这片山区 在村口我们遇到了一个小男孩 他走得很快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记者一路跟随他来到了这座房子前 但是他并没有去敲门 而是静静地站立在紧闭的门前 这不是他的家 他只是来碰一下运气 看能不能乞讨到一点吃的 拿回去分给自己的弟弟吃 看到家里没人后 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这几个孩子已经一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 一整天不吃饭 忍受饥饿的折磨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很困难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选择 旁边这个男人是这几个孩子的继父 几年前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因病去世 他与现在的妻子 还有这些孩子 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 他说他很想为这个家庭做一些事情 但是他现在已经年迈 加上病痛的折磨 所以他现在所有事情都做不了 四年前 他的脚趾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就开始粘连在一起 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才能有效地治疗 更重要的是 他们没有多余的钱去医院看病 这就是他们日常居住的地方 这是他没有生病之前挣钱建起来的 他想给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 但最终由于病痛的出现 导致他不能继续挣钱 这座房子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他的愿望就这样破灭了 即使这个房子没有完工 他们还是要住在这里 孩子们扛不住饥饿的时候 就会来厨房喝水 即便是看起来 这些水并不是很干净 但这是可以满足他们饥饿的唯一办法 他们的妈妈在距离这里 30分钟车程的地方工作 在这里步行回家需要两个小时 自从孩子的父亲生病后 他就一直在这里工作 为了每天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工作 能够挣到更多的钱 他经常10天才回家一次 只有用更多的时间去工作 他才可以养活6个孩子 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几天了 他需要把这些牧鼠的根茎 全部种植到地里 才算完成全部工作 然后把前几天挖出来的牧鼠 带一部分回家给孩子们吃 妈妈说他并不想和孩子们分开 但是想要解决吃饭的问题 他必须这样做 和孩子们朝夕相处 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虽然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都很艰难 但是他不能饿死自己的孩子 在干活的时候 他时常会为家里的孩子担心 但是一想到能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 所有的辛酸和劳累都会瞬间消失 6个孩子中有3个都已经上学了 这是他最大的儿子今年13岁 正在上小学 但是和他同样年龄的孩子已经在上初中了 因为母亲不在 很多时候他需要在家里做家务 所以他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正常地来上学 现在5年级的课程对他来说 学习起来已经很吃力 13岁的哥哥几乎没有任何的休息时间 一放学 他就立刻为饥饿一天的弟弟们准备做饭 另外两个弟弟放学后也没有休息 他们会去地里砍柴 这里的晚上会非常寒冷 他们要用这些柴火来抵御寒冷 才能正常地睡觉 弟弟5岁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所以看起来非常的熟练 最小的孩子也会去帮忙把砍下来的树枝 收集起来搬运回家 所有的孩子都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不需要任何人刻意地教给他们应该做什么 关注我 带您看更多精彩纪录片